第三段的继续 内心作义时 无名为为道 则不能如理 观察于彼时 故隐发烦恼 造作诸乐业 因业生苦果 现在下是解释 内心作义时 就是说 我们的颜色 意识 避识 舌识 身识 意识 遇到色星香味触发的所缘时候 所缘景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冻 作义的心是什么意思呢 作 就是生起 能够引发你的心 让你的心去到境界 去到形式 引心趣景 就叫作义了 内心作义的时候 无名为为道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 都没有般若的智慧 作为我们的前度 去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是没有般若的智慧了 我们没有读到金刚经 没有读过仪骑师地论 没有读过中观论 没有读过大智道论 但我们没有学习佛法 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人 就得不到佛法的智慧了 所以是没有智慧作为我们的前度 而如果有智慧作为前度 就是如理作义 我们内心作义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作为我们的前度 就是说 我们没有如理作义了 即是我们不能有佛法的智慧 去观察所缘境的真实上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观察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这是金刚经的计语 你可能会背金刚经 或者你不会背 但是这个计计你应该是很熟悉的了 但是你不会用的 你不能够作如是观了 你不能够作如是观的时候 即是说你不能用 那你又怎样能够 这样去观察这件事呢? 那就是不如理作义了 我们不如理作义 就认为这件事是真实的 你怎样可以骂我? 你怎样可以冤枉我? 这样 各式各样不如理的分别 就会出现了 这件事真的很可恨 哎呀我好喜欢这件事 各式各样的虚妄分别 又会出现了 我们这样的分别 这样不如理的作义 就会引出很多各式各样的烦恼来的了 造作诸恶业 烦恼就会生起 因为我们做错事 罪过就会生起了 因业生苦果 我们有了烦恼就会造业 造了业就有苦过了 我们如果做如是观的时候 我们观苦果是因为业而生起 罪业是因为烦恼而生起 所以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苦果呢 我们应该断除烦恼 如果你这样去想 就知道生里面生烦恼是不对的了 你如果静作的时候 你这样去想 你就会对烦恼的形式 更加深刻一点 你的内心一生出烦恼的时候 你就会立即觉悟了 哎呀我现在有烦恼了 那你就有可能将这个 不合理的作义 停下来 而引起这个合理的作义 如理作义 那就有可能了 如果你生了烦恼都不知道 哇你生了烦恼五分钟你不觉悟 生了烦恼三十分钟都不觉悟 那很明显看出来 你是没有收止观的关系了 常常收止观的人 他得到性度 都还有可能会生烦恼的 但是他很快会觉悟 所以如果你说 你收止观收得很有相应 好了 让我来考下你 我就不跟你讲道理 我说 哎呀你为什么这么懒惰的 我如果这么斥责你的呢 看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 你说你去静作 你说你怎么样收止观有相应 好 我们做个记录看一下 你可以写得很好的 但是如果我考下你 就立即知道你有没有说大话 你骗不到人的 我刚才是故障的 是 感谢观看